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是那個學務處衛保組的組長 那今天很高興各位同仁來聽這場演講 那施琦正醫師是我們成功大學復設醫院加醫科的資深的主治大夫 那剛剛跟他聊其實他也是很幫忙我們衛保組 他是負責我們那個學生的體檢 後來才知道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也是我們教授員工的體檢 我剛才知道聽說教育部還撥了一筆錢給我們教職員做體檢 結果我們的擴打都沒有達到預期 所以剛好我們那個衛保組有人來 這個我們學務處還來 我們衛保組要來積極接洽這件事 我們要讓我們的教職員工也能夠多做一點體檢 我剛剛跟施醫師聊他說什麼時候會做的體檢率會提高 就是有個同事發現癌症 最近我也收到一個老師好像物理系的老師 他就在懷疑我們很多宿舍什麼教職員罹患癌症 我還沒回他 就是說看起來我們衛保組也應該要 take responsibility 就是說我們的責任不應該只有學生應該也有教職員 所以我可能改天跟施醫師再討論一下 再來好好推廣一下 不過我剛剛講的是施醫師一個很重要的專長跟服務 就是幫我們學生跟我們衛保組合作學生的體檢 另外一個就是教職員體檢 我們家醫科在醫院還有另外一個是比較有住院 甚至有其他的職場的體檢 另外我們施醫師還另外負責一個就是今天要講的這個叫旅遊醫學 因為現在這個也是CDC疾病管制局非常重視的 目前在南部就是我們成大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 就是說有很多預防針 如果你要去非洲 比較其他地方有很特殊的熱帶性疾病 你打的預防 像我前幾天就介紹一個朋友去打防熱病的疫苗 那像這種東西以前都要跑到那個分局去打 那時間也很困難 那現在我們在成大就有這樣的服務 如果有特殊的那個 那其實像我們留學生出國 要準備什麼一些 還有一些如果有慢性病要調整 出國打胰島書會有很多吃藥時間調整 我想都是今天會介紹這個旅遊醫學的一些重點 那現在大家玩的機會也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很高興能夠請到施醫師來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施醫師 謝謝李老師的介紹 那各位成大的同仁 各位成大的老師還有學生們 大家午安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再次來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些旅遊醫學的相關的內容 那其實旅遊醫學在國外 大概已經發展了二三十年 那國內是在近五年來 在疾病管制局的大力的推動下 才在全國大概有十二個合約醫院 那不過我們成大 大概是雲家南地區的唯一一個據點 所以如果未來大家有這樣的需求 也歡迎多加地利用我們這樣成大 旅遊醫學門診的資源 那為什麼會談這個旅遊醫學 那其實國際上這個旅遊醫學發展到數十年 那為什麼會最近這幾年一直蓬勃的發展 最主要是考慮到我們旅遊的人次是越來越多 那逐年都在成長當中 那當旅遊人次多 而且旅遊的這種規劃越來越多樣性的時候 在整個旅遊的行程可能就會出現一些 跟旅遊相關的健康議題 所以才漸漸在旅遊醫學這個部分 被發展得越來越完整 那我們就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個是在國際上 這個是附屬在聯合國旗下的一個組織 那大概每年它都會去統計 我們全球的旅遊人次到底多少 那就發現一路往上爬 這是國際的組織 到目前為止 統計到去年為止 已經將近快要10億人口 那一般的國際的旅遊旅行者最喜歡去哪裡 過去我們大概都知道 大家還是以安全為最主要的考量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去歐洲美洲國家 但是你會發現 最近這幾年來 這個已經不是局限在歐美國家 在成長率來講 在旅遊人次的成長率來講 其實在亞太地區 甚至非洲 中東地區 這個是越來越多 也就是說 旅遊的地點是越來越多樣性 那相對的旅遊的風險也就越來越高 因為這些地區 絕大部分都是在發展中的國家 所以相對的旅遊風險就提升很多 我們台灣目前還不是聯合國的議員 所以這個統計當然就沒有包括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的交通部 觀光局也是每年去做統計 它一樣我們國人的旅遊人次也是逐年 跟國際的情勢是一樣 逐年在增加 那到目前為止 大概一年出國的人次有將近八百多萬人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在場每三個人 就一個在過去這一年當中 曾經出國旅遊過 那當然就呂老師來講 可能他是一年出去好幾次的 OK 那我們國人最喜歡 最想要去旅遊的最主要的目的呢 絕大部分都是要放鬆 就讓自己放鬆一點 所以大部分都是觀光旅遊 那其次呢 你們會發現台灣的商人 越來越怕扁 越來越努力 所以呢 再其次就是商務的旅遊也越來越多 尤其是最近的兩岸交流 越來越頻繁 到對岸去的 甚至到非洲國家去的 或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 比方說南美洲中美洲的 這種商務旅遊 比例是越來越高 那還有呢 最近暑假期間 很多人就趁著暑假期間 這個假期 跑到國外去拜訪親友 這個也是很多 那還有呢 在座有一些是學生嘛 有些學生也是趁這個時候 來一個短期的遊學 或是一年兩年的流學等等 這個也都是需要 這也都是國內國外旅遊的 最主要的目的 那國人呢 最喜歡去哪裡呢 我們來猜猜看 這個我們在觀光局 大概也會出去統計 統計這樣子的 國人出國的旅遊的地區 那我們來猜猜看 我們國人最喜歡去哪裡 哪裡啊 日本大陸 都有人說到 很好 這個觀光局可以不用統計 那拜地獄性的關係 因為很近 然後旅費又很便宜 很方便 不用太長的假期 就可以到達這些地點 所以呢 我們國人最主要的 旅遊的地區 絕大部分是港澳地區 大陸 還有就是東南亞 這個非常非常的多 那很多人 以前都會有一個觀念 覺得旅遊我就是跟團 但是呢 就發現最近這幾年來 出國旅遊 有些絕大部分 其實是自己安排的 自己去的 自己把行程規劃好 然後透有旅行社 去幫他做訂單的動作等等 也就是說 越來越個人化 那越個人化的結果 你去的景點 可能都是一般人 想不到的地方 那這些想不到的地方呢 相對的風險也就 比較高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那什麼叫做旅遊醫學呢 其實旅遊醫學 是一個非常跨領域的醫學 那其實在國外 從事旅遊醫學 或是提供旅遊醫學 這項服務的 不只是嘉義科的醫師 內科外科的醫師 甚至婦產科醫師 甚至在英美國家 有些是護理人員 藥師 也都是在提供這樣子的 旅遊醫學的相關服務的 所以呢 甚至有一些是公衛體系的 專業人員 也是有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所以旅遊醫學是一個領域 非常非常廣的醫學啦 所以呢 當你出國旅遊之前 通常這些提供者 可能就要根據你出國地點的 公衛狀況 健康狀況 去做一些評估 或是傳染病的狀況 去做一些評估 那根據你個人呢 可能要根據你個人的一些 特別的旅遊的規劃 或是你個人特別的健康的議題 去幫你做旅遊的 旅遊前的評估 所以呢 通常呢 旅遊醫學的提供者 要提供給旅行者的 絕大部分是 你怎麼去 在你的慢性疾病這個部分 去做 在這個旅行之前去做預防 或是在急性的傳染病 這個部分 去做預防 或是當你在旅遊之後 遇到一些健康上的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去先做自我的處理 這個應該是在 都包括在旅遊醫學的範疇之一 那所以呢 也就因為這樣 旅遊醫學的涵蓋的範圍相當的廣 包括一些傳染性疾病 透有蚊蟲的傳染性疾病 或是透有飲食的傳染性疾病 甚至呼吸道的 或是動物的傳染性疾病 也有 那這個拋開這些傳染性疾病 其實有很多的範疇 是包括所謂的非傳染性疾病 包括說時差的調整 或是有些人想要挑戰自我 去登頂的 這個也是在旅遊醫學的範圍之一 所以旅遊醫學的範圍 涵蓋的非常非常的多 這些都是在旅遊範疇之一 旅遊醫學的範疇 那甚至還有一些所謂的旅遊醫療 就是到海外去就醫的 這個在廣義的旅遊醫學來講 也是包括在裡面的 那所以呢 當一個人跑到旅遊門診來的時候 提供者必須要提供給他什麼呢 要告訴他說 你的健康狀況 適不適合這趟旅遊 要先幫他做風險的評估 然後呢風險評估完之後 你要告訴他說 你根據你這樣的風險 你要做怎樣的處理 像有些人 他就是要去爬聖母峰 那爬聖母峰的 四十個就有一個 不幸有健康上的問題 而且是嚴重的健康上問題 所以四十分之一 高不高 感覺起來很高對不對 但是有些人還是勇往直前 所以每個人對這種風險的評估 會不太一樣 那比方說呢 有些人覺得 哎呀我這趟去 我可能是千分之一的比例 會得到某些疾病 哇就很害怕 那從此這趟行程就永遠不敢去 所以呢 每個人對風險的評估差異很大 那差異很大的結果就會 我們就提供者就必須要跟他去溝通 溝通什麼 你要不要採取哪些的預防措施 讓你這一趟的行程 能夠比較安全的上路 安全的回來 所以必須要提供很良好的溝通 之後呢再根據他的風險 去做風險的評估跟處理 那所以呢 當這個個案來到旅遊醫學的門診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先看一下 哎他年紀如何呢 是年輕人啊還是腦年人啊 那腦年人的旅遊風險就比年輕人來得高嗎 哎不見得哦 因為年輕人喜歡當什麼呢 背包客 背包客去的地方 通常也就是風險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呢保守的旅遊方式 反而就會讓你在整個旅遊的過程當中 你的風險就會相對來來的低一點 那不同的性別 可能遇到了旅遊的旅遊上的問題 也就不太一樣 還有呢可能會問你 你的之前的一些傳染性疾病的疫苗打了沒有 那你有沒有對什麼藥物會特別的過敏 如果醫師要提供你這樣子的藥物的預防的時候 你是不是安全的 甚至呢你過去有沒有什麼樣的慢性疾病 需要做立即的處理 或是要處理安全之後 你才可以安心的開啟這個旅程 這個都是在旅遊前的評估是相當的重要的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非常個別化的評估 就是呢還有提供者要好好的問 問清楚什麼呢你到底要去哪裡玩 我們常常會遇到有些人都告訴我們 好像要去哪一州 要去哪一個國家 但是要去這個國家哪一個城市 通常都不太清楚 也就是說他對於自己的規劃 旅行的規劃 可能是別人幫他規劃好的 可能是旅行團幫他規劃好的 所以他到底要去哪裡風險多高 他自己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都盡量幫他問清楚 你要去這個國家的哪一個地點 而且呢你要住在哪一個地方 你是要住在超出啊 還是住在五星級的大飯店 哇這個風險就差很多了 那除了這樣的旅遊以外 你有沒有特別的旅遊的規劃 比方說你是不是還要去爬高山 或是你要去做潜水的動作 等等這個你的風險就會不太一樣 甚至有些背包客喜歡去做露營 哇那在露營的過程當中 你的風險可能就會比人家來的高 所以就要特別的小心 那只要停留了越久 你的旅遊的風險就會漸漸的提高 那你會發現很多的旅遊風險 絕大部分都跟一些急性的傳染病有關係 比方說像吃壞肚子 透有飲食的傳染性疾病 或是透有蚊蟲叮咬的傳染性疾病 那當然還有一些是透有其他的傳染途徑的 比方說性行為的傳染 這個在旅遊的風險當中 各個各站的比例就會不太一樣 那也根據這樣子旅遊的評估 我們就要給這個旅行者 事先給他疫苗 或事先給他預防性的用藥 或是告訴他要怎麼樣處理 可以減少被蚊蟲叮咬 怎樣的處理可以減少被動物的咬傷 那要怎麼樣的處理去 可以去減少你的慢性疾病 在整個旅遊的過程當中去惡化了 這個都是旅遊前需要去好好評估的 所以一個人過來 通常提供者大概花個30分鐘的時間 去幫他做旅遊的諮詢 這個是常常有的 那這個是實際上我們在旅遊醫學門診 會看到的個案 陳先生60歲糖尿病病人 要去哪裡呢 要去東南非洲五國烈起之旅 這個是每年的暑假最夯的行程 號稱高級豪華團 但是當然費用也相當的不便宜 一天大概都是1萬塊起跳的 那下面這一位郭女士呢 50歲糖尿病的病人 她要去哪裡呢 她要利用寒假期間去南美洲五國 跑去哪裡呢 秘魯 玻利維亞 巴西 智利 阿根廷等等 這個是寒假的最夯的行程 所以各有不同的季節 旅行社大概就會安排各種不同的行程 那這個行程到底要怎麼走呢 我們來看一看 因為這個是未來我退休之後想要走的行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非洲的五國烈起之旅 到底都是怎麼走的 這是肯亞 然後跑到唐善尼亞來 然後再跑到星巴威 上比亞 波扎那 這個是旅行團通常會走的路線 那當然這個也是動物遷徙會走的路線 所以旅行團就根據這個動物遷徙的路線 去幫你安排這一趟行程 那它最主要是要看什麼呢 看這些 這個是非洲的第一高峰 吉利馬扎羅山 那看大圓野裡面的動物的遷徙的狀況 然後看什麼呢 這是非洲地區最大的瀑布 叫Victoria Falls 那還有看非洲的原住民的特殊的景觀等等 那當然還有一些高級旅行團 還會安排怎樣的行程呢 熱氣球看動物遷徙 那比較辛苦的就自己走看動物遷徙 那還有呢它會安排一個在草原裡面去居住 或是在圓圓裡面去做居住的動作 這個號稱是高級的旅館 草原的高級旅館 為什麼它高級呢 有沒有注意看 哇很好 有人注意到了 它有蚊帳 它有紗門紗窗 所以它是非常高級的 也就表示說 在這個地方居住 你必須要防昆蟲的叮咬 尤其是蚊子的叮咬 所以就表示你也陷入在這個風險當中 那我們成大 成大醫院 大概每年都會到肯亞這個地區 去做學術上的交流 那這個也是 離動物遷徙的路線相當的近 那我們另外一位個案 它要去哪裡呢 南美洲 那南美洲一般的人的行程 會安排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從巴西進去 落行五國 然後再從秘魯出來 那一種呢是從秘魯進去 一樣落行五國 從巴西出來 那聽說呢 從巴西進去的 比較昂貴 團費比較貴 那你去這些國家玩 會遇到怎樣的問題呢 到底要看什麼東西呢 那為什麼是寒假 就是一般最熱門的行程呢 因為二月寒假的時候 剛好是巴西的嘉年華會 所以很多的旅行團 就會安排你去看嘉年華會 然後呢順便呢 去拜訪所謂的 南美洲的第一大河流 亞馬遜河 讓你去住在所謂的五星級的飯店 一樣五星級飯店就是有沙門 沙窗有蚊帳 那甚至還會坐這樣子的 簡單的小船 或是坐這樣比較高級的小船 進到亞馬遜河區 去看這樣子的動植物的景觀 那另外呢 這個行程 雖然你很愛 但是也是蚊子的最愛 因為這裡就是很熱很濕 所以蚊子也很喜歡 那這趟行程 通常旅行 攝影會安排你去看什麼呢 看這個是南美洲的第一大瀑布 這叫伊瓜蘇瀑布 甚至會安排你到這裡 去做践行的活動 但是相對的蚊子也不少 那另外呢 就會看到智力去看什麼呢 看冰河 壯觀和冰河的景象 看麥澤倫契爾上岸的狀況 這個都是這趟行程會產生的 會安排的 但是呢 它又濕又能 是不是對每一個 有心臟血管疾病 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就很適合呢 這個要事先評估 那另外呢 這個一定是不會錯過的 這趟行程一定必到的地點 這個是什麼呢 失落之城 就馬丘比丘 馬丘比丘 這是我們一般旅行團會安排的 但是呢 有沒有看到海拔 三千山 那一般人都怎麼上去呢 飛機就坐上去了 那有些行程是安排火車坐上去的 但是絕大部分就是飛機 就從海拔高度 一直爬升到三千山的高度 那這個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泊 就鐵鐵卡卡湖 標高呢 也是非常的高 那這個呢 就是最高的首都 就拉帕斯 標高將近四千 也是怎麼上去的 飛機一坐就上去了 所以呢 每一個去到那裡的人 一下飛機第一個感受 就是頭好痛 為什麼 高山症產生了 因為它一下子就飛到三千多 所以爬升的速度太快 馬上就產生高山症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這兩個個案 會喜歡去的行程 那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生 或是越來越多的人 想要去環球自由行 他就花了幾年的時間 積滿了積蓄 滿了環球機票 然後就開啟了他的環球自由行 那當然現在外籍人士 外籍新娘越來越多 所以有的人 還會跑到他原母國去 拜訪親友 那根據疾病管制局的統計發現 這一群人 是最容易有旅行當中的一些 傳染性疾病的感染的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小心 那當然也有人 欸我不出國 還是會有旅行上的問題 比方說他去爬玉山 欸這可能就會遇到一些 旅行上的問題了 那還有就是我們成大 也常常每年都會辦所謂的 海外留學或志工的學習 或是醫療志工的學習等等 都去當志工 我們成大的學生到海外當志工 包括去印度 東南亞地區 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些都是比較 整個公衛的傳染性疾病的 控制相對比較慢的國家 所以這在旅行前的評估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的陳先生郭女士 來門診之前看我們都會告訴我們說 醫師啊我都準備好了 我旅行之前要準備的東西 我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要問問各位 旅行前要準備什麼呢 旅行前要準備什麼呢 對很好 要有錢 沒有錢 這趟旅行大概很難成行 所以一定要有錢 還有呢 還要準備什麼呢 很好 大家都很有旅行的經驗 護照 這本護照是越來越值錢 因為到處免簽 好機票這種大概已經成立式了 因為現在都電子機票 那當然有人為了讓旅行更有感覺 所以旅行之前就會去找很多旅行的相關的資料 看看我這個景點可以看什麼東西 當然呢 要旅行之前一定要怎樣呢 哇好好睡一覺 你沒有養足精神 怎麼去享受這趟旅行呢 那但是呢 自從上次我被困在英國之後 我旅行之前要特別注意這個 這個是什麼 火山 嘿 要特別注意哪些地方有火山爆發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回來 我上次就因為這樣被困在英國好幾天 那 不過呢 這個大概我是上次去波士頓的時候 去美國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我去的時節剛好賓拉登 被 被聚集嘛 所以呢 就揚言 有些人想要報復 所以我就開始算 仔細的看新聞 哪個時間是他選對的報復時間 就避開飛機的旅行行程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旅行前必須要準備收集的 那其實呢 還不止這些 這個也是很多人常常會忽略掉的 就是旅行中 到底我們的旅遊是不是安全的 除了剛剛考慮的這些以外 還要考慮 是不是有些常常見到的旅行當中的傳染性疾病 你有沒有適度的去做預防 或是做適度的處理 甚至你既有的一些心臟血管的疾病 你有沒有適度的好好的去預防和處理和治療 因為這個都會攸關你整個旅行過程當中 你整個旅遊的品質好不好 因為將近一半 有一些統計將近一半的人 可能在旅行過程當中 會產生一些健康上的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看 會有哪些健康上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剛剛這兩位個案 都是糖尿病的個案 他可能在旅行過程當中 因為時差的關係 因為三餐 因為拉行程的關係 沒有辦法定時的去進食 那可能就因為這樣會產生低血糖的狀況 所以這風險就還蠻高的 那所以呢 我們這個在旅行前 醫師都要幫他評估 所以怎樣的狀況 醫師就會告訴你說 OK 你是可以出去的 怎樣的狀況 告訴你是不能出去的 比方說你如果你這些慢性疾病 都控制的很OK 那你大概這趟行程是可以安然出發 但是呢 在有些特殊族群的 比方說一些免疫不全的個案 像艾滋病啊 或是一些正在做化療的個案 或是化療完成一段時間 或是有在吃免疫抑制劑的 這個免疫狀況就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要開始這趟旅行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注意一些事情了 當你有這樣的狀況 我們醫師可能就會告訴你說 哎呀 這一趟行程 可能下次再安排吧 比方說 你有控制不良的心臟血管的疾病 比方說心肌梗塞啊 或是控制不良的高血壓 或是剛中風完 沒有多久 通常大概這一趟行程 醫師就會接你 還是不要去好了 那當然有一些糖尿病的個案 我們要特別去提醒他 提醒什麼呢 記得哦 你的慢性疾病的用藥要記得帶 而且要帶得夠 像上次被困在英國 萬一我要服用慢性病的用藥 如果我只帶一個禮拜 結果我在那裡被困了兩個禮拜 那你可能你的藥就不夠了 所以一趟旅行下來 我們通常會希望我們 既有的慢性病的個案 準備的藥物要比原本多兩倍以上 這樣才一倍不時之需 那還有呢 就要問他說 你的疫苗是不是都完成了 有些是我們小時候打過的疫苗 但是呢抗體是越來越低的 那是不是要補追加 或是呢你要去的國家 像剛剛呂老師說的 有些特殊的黃熱病的疫苗 你是不是忘了接種 就會讓自己暴露在風險當中 或是讓你沒有辦法回國 因為讓你轉機的國家 可能就不讓你過境了 這個就要特別的注意 那甚至這些慢性病的個案 我們都會請他 要帶一個醫師診斷書出去 因為有些像糖尿病的個案 他必須要去監測自己的血糖 有些血糖基或是採血針 或是你如果有在打胰島素的時候 有些因為基於非安的問題 飛機上的安全的問題 可能就沒有 你如果沒有這個醫師診斷書 你的這些用品 可能就沒有辦法帶上飛機 但是要很注意的是 這些用品請不要放在大行李裡面 舉例來說我們的血糖基 很多覺得這個血糖基 還要帶一大堆的器械很麻煩 就把它放在大行李裡面 結果呢出來之後 那一台血糖基就壞掉不能用了 為什麼呢 血糖基在你溫度太低的時候 它會失效的 所以你如果把它放在大行李裡面 它就放在機艙裡 機艙都是零下好幾度的 所以你的血糖基就失效了 那其次呢像藥物 在胰島素的用藥 也不能放在大行李裡面拖孕 這樣一下飛機 一樣你的胰島素也失效了 所以這個都要特別的注意 那甚至呢國外還有設計非常精美的 所謂的medical ID 這個是要幹什麼呢 要告訴你左右鄰居說 萬一我有一些特殊狀況的時候 要記得我可能就是糖尿病的個案 或是高血液的個案 你把它標記在這個項鍊上面 或是把它標記在這個手鍊上面 如果有特殊狀況的時候 旁邊的人才知道怎麼去幫你處理 比方說你如果低血糖產生的時候 他才知道 他要怎麼讓叫醒你 怎麼提供給你 讓你這個低血糖不再產生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另外呢在藥物的保存上 也要特別小心 比方說這個胰島素的用藥 這一定不要被烈日曬到 因為有人就把它不小心放在車廂裡面 然後就下去完了 然後再上來 結果一樣 一道素也是失效了 所以太高的溫度 太低的溫度 都會讓某些藥物失去它的功能 所以這要特別的注意 好 那再來呢就要考慮到時差的問題 常常像我們剛剛這兩個個案呢 我們這個程先生呢 要去非洲 要往西飛 那飛行時間呢15個鐘頭 那時差呢5個時差 聽說這個是算是安排得非常好的 才可以這麼順利的到達 那我們的郭女士呢 哇超越的時差更多了 要超越將近13個時差 那飛行時間20個小時 這是起碼20個小時 那目前的轉機的狀況 大概你要飛到郭女士的南美洲 至少都有36個小時 轉機的關係 所以相當相當的久 那在這麼久的飛行過程 這些慢性疾病 或是一般人 要怎麼去注意呢 要注意 飛的時間越久 而且靜靜地坐在經濟艙裡面 都不動的 你就有一定的比例 會產生所謂的深度肌脈酸塞 因為你長期不動 這比例就會比較高 那在一些特殊族群呢 比方說孕婦 或是有接受過特殊手術的 或是有糖尿病 高血脂 哇三高的問題 動脈血管硬化的 或是比較肥胖 或是抽菸的病人 哇這個的風險就更高了 所以呢 你要怎麼去避免這樣子的產生呢 記得 飛機上要補充水分 然後呢 不要喝有逆尿成分的飲品 比方說茶葉或是酒 但是這個常常都是在飛機上會提供的 那還有呢 你雖然坐在經濟艙 也想盡辦法動一動腳 怎麼動呢 這些都是一些動腳的基本狀況 所以你這些是基本運動 這樣動一動之後 你可能就會減緩你 所謂的下肢肌脈酸塞的情況出現了 好 那時差呢 要怎麼調整呢 一般在教科書上都會寫 你如果超過五個時差以上 像我們剛剛這兩位個案 你可能在藥物的調整上 就要去做調整 比方說你往西飛 你可能藥物要比較多一點 往東飛呢 可能藥物就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 這不是永遠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 這個要牽涉到你整個在飛機上 供餐的狀況去做決定 還有呢 牽涉到你整個轉機的狀況去做決定 所以比方說 我們剛剛這兩個糖尿病的個案 它就不一定永遠是這樣子的 所以最保險的方式呢 就是把你的血糖精拿著 每四到六個小時 就測驗一下 看看我的血糖是不是過高或過低 這個要非常的注意 好 那前面我們講的這些 都是非傳染性的疾病 那我們接下來講的 也是大家特別要去注意的 就是傳染性的疾病 在目前我們台灣的傳染性疾病 因為我們衛生署的疾病管制局的控制 目前好像還控制得還不錯 但是在某些傳染性疾病 不僅我們台灣有 在其他地方也要特別的注意 比方說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我們國人最喜歡去的東南亞 就會遇到登革熱的問題 那登革熱怎麼預防呢 旅行前要怎麼預防它呢 打疫苗嗎 我們目前正在全全球各國都在努力的研發登革熱的疫苗 但是目前還沒有出來 未來有機會 那還有呢吃藥嗎 目前也沒有特別的藥物可以預防登革熱 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要防蚊 那防蚊要怎麼防呢 網路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防蚊的東西 超音波迷你驱蚊器 一個一兩百塊 相當精美很吸引什麼小朋友 我們家的小朋友常常吵著我要去買這些東西 因為他的隔壁的同學就有買啦 那用這個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防蚊呢 專家告訴我們說沒有用耶 所以呢這個就不用花錢啊 那好吧 好炫喔很漂亮有沒有看到 這個小朋友給我們照相的時候 各種不同顏色的曲蚊手環 但是呢一樣 專家也告訴我們噱頭過大 那怎麼辦這些都不能防蚊 到底要怎麼防呢 好就只好準備防蚊液啦 那防蚊液呢 大家如果有到坊間的藥局去看過 就會發現 哇防蚊液很多樣性 很多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但是呢 要告訴你要慎選防蚊液 沒有好好的選擇你的防蚊噴下去 防蚊液噴下去 可能沒有防蚊的效果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看 有沒有這個成分 這叫疲弊 疲弊 有這個成分的才有防蚊的效果 那防蚊液 可以看到什麼 香茅油 油加利素 苦茶油等等 強調純天然 不含防蚊液的 到底有沒有用呢 很多的數據告訴我們 你噴了 噴14分鐘 20%的這個成分噴14分鐘 噴一次只維持14分 所以就是說你將近14分鐘 你還要再噴一次 哇 大概沒有人這麼努力會把它完成 所以呢我們就要選一個 又方便 又好用 又可以防蚊的東西 所以要慎選有疲弊的東西 那的疲弊呢 那房間也看到 有各種不同的濃度標示的 濃度越高 你的防蚊效果就越好 濃度30%的 大概可以維持6個小時的防蚊效果 那濃度越低 它的防蚊效果相對就會比較短一點 那也在房間看到這樣子的防蚊液 有沒有仔細看 這是上次我在英國的時候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防蚊液 後來我沒有買 為什麼呢 有沒有看它的Percentage 95% 好 很多的數據告訴我們 50%以下的跟50%以上的 防蚊效果是一模一樣 那但是呢你會增加什麼 皮膚過敏的副作用 所以不用買這麼高的 只要買50%以下的就OK了 好 那也常常在網路上會看到 以兒傳兒的訊息說 哎呀這些東西 對我們身體會有毒害 會影響中樞神經 會影響腸胃 對小朋友不可以用 要用純天然的 這個訊息也不是正確的 很多的數據告訴我們 這些的產品 兩個月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去使用它 但是要很小心的 要避免被誤食 你會誤食進去 它可能就會影響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 所以只要不是務實的 你擦在皮膚表面 大概都是OK的 但是要怎麼擦呢 露出來的皮膚才需要擦 那很多人常常把臉忘記了 所以這個要注意 蚊子不會錯過你的臉 而不叮你 所以還是要記得 露出來的皮膚都需要去擦它 好 那另外有一個 也是在傳染性疾病裡面 是透過蚊子去叮咬的 跟登革熱一樣 就是孽疾 那孽疾在我們台灣 大概已經根除將近50年 但是呢 我們每年都會有孽疾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大概十幾二十例都有 而且很多的個案的被感染的地點 都是在我們鄰近的東南亞地區 那當然我們有的台商 喜歡去非洲地區 這個也是全球最多孽疾個案的地區 產生的地區 那孽疾它除了防蚊的措施以外 它有藥物可以事先預防 有這麼多的藥物選擇 那當然這些藥物吃的方法不一樣 那價錢也差很多 那副作用也有不一樣 但是它普遍的防脈疾感染的效果 都差不了多少 但是要特別小心 有一些個案會認為 我吃的這些 那我就不用怕脈疾了 不是這樣子 因為脈疾的種類非常的繁複 有很多 至少四種以上 那這些藥物 都只是對其中一個 像惡性脈 防脈效果最好 那但是再怎麼好 也只有90% 沒有百分之百 所以你即時的吃了這個藥物 還是要防蚊 防蚊蚊蟲的叮咬 你才不會吃了還是得到孽疾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那這些是對這些藥物 在某些前面這兩個藥物 已經產生抗藥性的地區 這是東南亞地區 像泰國緬甸邊境 或是越南某些地區 其實已經漸漸對這些藥物 產生抗藥性了 所以如果你有要去這些地方 而且你又要去叢林區 請要問一下你的醫師 我要怎麼去服用這些藥物 要選擇哪一些藥物去做服用 那這是我們國內的統計 就是每年境外移入的孽疾個案 發現絕大部分是在東南亞地區 那其他就是我們的邦交國 大洋區 我們的邦交國很多在這一區 那其次就是非洲地區 那這個網站相當的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這個網站去看 為什麼呢 它會告訴我們 同一個國家 它有不同的孽疾風險 像我們成大的學生 成大老師 最喜歡去的印度 同樣是印度 它對孽疾的風險 就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比方說你把它點進去看 它就有一個孽疾的地圖 那你去看一下 這一塊是印度 整個印度地區 不是每一個地區 它的風險都高到 你需要去吃孽疾的用藥 大概只有紅色的地區 是需要服用孽疾的用藥 去做孽疾的預防的 所以根據不同的國家 你就可以查到 這樣不同的地圖 那這個呢 又是另外一個疾病 這個就是剛剛呂老師 有特別提到的 黃熱冰 這個是最新update的 今年美國疾病管制局 所公布的黃熱冰的疫區 那你只要去到這一個國家 大概你就需要考慮打 黃熱冰的疫苗了 那你如果不打呢 可不可以成形 去可能可以 回國就會有問題 為什麼呢 你有可能到這些國家 比方說這是非洲 這是南美洲 都不是直航嘛 都要轉機 那你的轉機國 比方說非洲 很多都是在曼谷或香港轉 你在曼谷香港轉機的時候 回程的時候 海關就會要求你 出示這個證明給他看 萬一你沒有打過 黃熱冰疫苗的證明 那你就要在那裡隔離了 為什麼呢 他要隔離10天以上 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安全 沒有發病 沒有在潛伏期 所以你就跟我們的 就必須要在這個行程 這個回程的行程 要被拉被迫拉長 所以呢 只要去到這兩個地區 你可能就一定要記得 打黃熱冰的疫苗 那這個是在兩三年前 在巴西還有整個南美洲 大流行的狀況 黃熱冰一樣是透過蚊子傳染 那目前 對黃熱冰的治療藥物 目前是沒有 但是有預防性的疫苗可以打 而且這個疫苗打一次 維持10年 也就是說 10年內 你如果還要去這兩個地區 你大概都不用再來 不用再來補疫苗 但是呢 如果超過10年 請記得要再補接種 那黃熱冰的致死率還蠻高的 大概有一半 所以呢 還是 如果有疫苗可以事先預防 我們就要好好的去做事先的預防 那這個是 只要打完疫苗 我們疾病管制局 就委託我們的合約 這幾個旅遊門診的合約醫院 發給你這本黃皮書 就是告訴 裡面就會註記說 你有打過黃熱病的疫苗 有效期間到哪時候 你就不用再補接種 那這個是剛剛有提到的 12家合約的旅遊門診的醫院 那在整個雲嘉南地區 大概就是屬於我們成大 所以如果有這種需求的話 都可以來成大去 我們成大的嘉義科 就可以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那另外呢 這個也是逐漸被大家所忽略的 但是你就會發現 我們國人最喜歡去的這些地區 其實都有這 狂犬病的風險 比方說 目前 要算沒有狂犬病的 這種流行的 國家實在是太少了 大概就只有這幾個國家 那我們很高興的 台灣也是在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台灣是狂犬病根除的國家 那會傳染狂犬病的 不只是犬隻 這些動物都足以傳染 包括蝙蝠 所以只要是會哺乳的動物 都足以傳染狂犬病 那我們在亞洲地區 這個是全球的狂犬病的疫區 這些只有黃色的地區不是 這是2005年的 這張地圖非常的珍貴 為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我們台灣 顏色跟對岸不一樣 那你有再看到 這是2005年的 哇 很不幸的 2008年開始之後 這張地圖 我們台灣的顏色就跟對岸一樣 實際上 我們顏色還是不一樣的 我們是狂犬病的根除國家 所以記得 在我們台灣被狗咬 請不要掛我們旅遊門診 來要求我們幫你打狂犬病的疫苗 好 但是呢 你會發現 我們臨近的國家 國人最愛去玩的這些國家 通通都是綜藝區 都是非常非常多狂犬病的個案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有多多 比方說我們成大學生最愛去做志工學習的印度 每年因為狂犬病而死亡的個案 將近兩萬到三萬人 那我們商務旅遊最愛去的這一個呢 中國大陸每年號稱只有三千到四千人 但是他人口跟印度差不多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你看我們臨近國家 因為狂犬病而死亡的個案都相當相當的多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對岸好了 我們對岸最主要的流行區 到底是在哪裡呢 就在這一塊 這個也是我們很多國人最喜歡去玩的地方 廣西、廣東、雲南、貴州 這個很多人都很喜歡去玩 這個都是狂犬病的 對岸狂犬病的眾議區 好 那有些人就說 那我就避開這些國家好了 我到每家地區去好了 但是你會發現 每家地區其實也都是有狂犬病的疫情 只是說它的主要的傳染源 不是來自於流浪犬隻 是來自於什麼 這些野生動物 狐狸、腕熊、臭幼鼠等等 都是來自於這些 甚至是蝙蝠 所以如果在這些地區 被這些動物咬傷 還是要做立即的處理 那怎麼處理呢 被咬傷之後 趕快 趕快自己自我處理 用清水或是肥皂水 趕快沖 傷口沖15分鐘 讓它的病毒在你的傷口 越小越好 然後呢 就要在當天 趕快去救醫 為什麼呢 醫師會是你的傷口大小 要在當天 或當天 以及第三天 第七天 十四天 二十八天 各打五支疫苗 哇 為什麼要打這麼多支疫苗呢 因為 這個狂犬病的致死率 只要一旦你被咬傷 然後沒有做立即的處理 或是做疫苗的處理 一旦發病 致死率是將近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一旦發病 大概就沒藥醫了 再打多少支疫苗 大概都沒有用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要特別小心的就是 我們國人有很多 都會到對岸去做商務 或是其他的旅遊 但是呢 對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有些疫苗會是 不是非常Qualified的 就是會有一些 效用上的存疑 所以呢 對岸的官員也告訴我們 如果在對岸 不幸被這種犬肢咬傷 你找的醫院 一定要找什麼呢 市值以上的醫院 才有保障 你如果找市值以下的醫院呢 有可能不好意思 你打到的是假藥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要慎選醫院 因為對岸 光是狂犬的疫苗 狂犬病的疫苗 當然對岸叫做狂免 大概就有十幾個廠家在產 目前在國際上 狂犬病的疫苗 原廠藥有兩家 但是呢 你如果在市值以下的醫院去打 即使你給他說 我要選原廠的藥 還是有機會是假的 所以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要慎選醫院 那另外呢 其實在旅遊過程當中 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面對這些美食 難以抗拒 所以常常就沒有辦法遵照 我們所謂的健康金字塔的飲食原則 常常就亂吃啦 就這樣吃 或是就這樣吃 這個是怎麼呢 這個是剉冰 但是呢 你如果這樣吃 很不好意思 你被感染 旅行者腹瀉的機會 就大大的提升了 可能你這趟旅行過程當中 你可能都在馬桶上度過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這個比例還蠻高的 我們鄰近國家 其實都是在旅行者腹瀉的流行區 那很多人就說 那我這些國家 通通不要去好了 我去一些比較進步的國家 所以他就跑到哪裡去呢 就慎選歐洲行程 可是很不幸的 今年歐洲的德國 也爆發透有飲食的傳染性疾病 這個是什麼呢 出血性的大腸桿菌 那就會發現 哇 個案數很多很多 從四月一直到現在 都陸陸續續 有一些個案 那絕大部分是集中在 德國北邊 那很多人就在去偵測 兇手到底是誰呢 從小黃瓜到豆芽菜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這個嘛 豆芽菜 所以害小黃瓜農相當的沮喪 就出來大吃小黃瓜給大家看 那這種大腸桿菌 其實也是腸胃道的傳染性疾病 它不是每一種大腸桿菌 都這麼的致命 會造成急性肾衰竭的 不是每一隻都這樣 大概就只有這一隻 特別的厲害 那這隻臨床的症狀 有時候會厲害到 讓你產生急性的腎衰竭 必須要洗腎住院 那甚至後來不幸就死亡 那怎麼去做預防呢 這麼多的菌種 怎麼去做預防呢 那很多的數據告訴我們 不管是大腸桿菌 或是其他的透有飲食的傳染性疾病 這些東西都不耐熱 所以你只要把它煮熟 煮熟一分鐘以上 大概就是安全的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 但是有些人 雖然有遵守這個原則 還是不小心上吐下泄的 那你有時候 我們上吐下泄 最怕的就是什麼 你脫水太厲害 影響你既有的慢性疾病 所以就記得要補充水分 那補充水分 有的人是可以自己 去調配一些電解質補充包 或是在一些旅行的用品店 大概也可以買到這些電解質補充液 或是電解質補充錠等等 那當然房間也有現成的電解質補充錠 那還有呢 有些人就會事先帶一些抗生素去 他怕說 我如果真的不小心有旅行者的腹泄的 那也不是這支可怕的大腸桿菌 那我要用抗生素治療的時候 要怎麼去處理 那但是呢 這種抗生素治療 我們通常要特別注意 因為在有些國家 已經對這些抗生素 產生抗藥性 所以不是每一種抗生素都有用的 所以要跟醫師好好的去做諮詢 那一樣 要避免自己守著 這個馬桶 在整個旅行當中 守著馬桶 所以就要注意什麼呢 在整個旅行過程當中 要勤洗手 不吃生食 煮熟再吃 然後也不要吃冰塊 甚至不要去吃這種沒有剝皮的水果 不能剝皮的水果 切好在那裡的 這個都比較有大的機會會被污染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透過飲食去傳染的 就是A型肝炎 那A型肝炎在年輕族群 比方說我們成大的學生 幾乎都沒有抗體 所以呢 你會發現 每年大概都會有一批的成大的學生 在體檢過後 就要來打A型肝炎的疫苗 就發現 哎呀自己沒有這樣子的抗體 因為A型肝炎也是透過飲食傳染的 那國人呢 只要現在是在40到50歲以下的 大概不到一半有這種A型肝炎的抗體 那如果是20幾歲的年輕人 大概不到10%有症A型肝炎的抗體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對A型肝炎就沒有預防的症保護力了 所以呢 就要請你要打A型肝炎的疫苗 那A型肝炎的疫苗 一樣 它是非常 負重非常小 然後產生的抗體的能力非常好的一種疫苗 所以如果沒有症A型肝炎的抗體的 也建議要來做施大 那另外這個可能 如果有些 有些的同仁 或是有些的老師 有學子要去出國留學 大概在每家地區 都會被要求要打 有一支叫做流行性腦膜炎的疫苗 因為只要是住宿的學生 國際學生都會被要求要打這支疫苗 因為很多的國際學生 都是來自這些疫區 比方說西非國家或是印度等等 這些就是流行性腦膜炎的流行區 那這個是怎麼傳染的呢 它是透油飛沫就會傳染的 而且它的致死率也不低 或是造成你一些後遺症的比例 大概有20%左右 所以也不低 而且它的臨床的症狀 來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如果你有要出國留學的打算 或是要到這個 所謂的國際上的流行性腦膜炎的流行袋 這個地方西非國家 請記得要來接種疫苗 這個疫苗 那當然這個疫苗 它的保護作用 大概是針對流行性腦膜炎的這幾個型別 特別有保護力 但是呢對於我們台灣 偶爾會有一些個案 是另外一個型別的 就是Type B的 流行性腦膜炎 就沒有這樣子的保護了 那目前國際上 還沒有所謂的B型的流行性腦膜炎的疫苗 所以這個也是國際上 目前正在積極的研發的 其中一個疫苗之一 那這個是我們疾病管制局每年都會去做的統計 那去年呢 我們國人因為去國外旅遊 帶回來的急性傳染病 有哪些呢 有這些透由蚊子傳染的紅色的這些疾病 還有透由飲食傳染的這些 那還有一個就是透由飛沫傳染的 這個是也漸漸被國人所忽略掉的 就是麻症 那主要的來源國呢 都是去哪裡玩帶回來的呢 也都是我們東南亞國家 還有對岸的中國大陸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那這個是今年疾病管制局常常會發布消息 來提醒我們國人要特別注意的 這些國家都是流行區 所以呢 也因為這樣子 因為前幾年大家忘記去注意到這個議題 所以也因為這樣 很多是因為到國外去旅遊 然後回來之後再潛伏期 或是已經發病了 不知道了 住院了 或是去看了醫師了 結果醫師也不知道 就會造成無奇的院內感染的事件 北中南都有這樣的個案出現 那就發現追溯到這些最主要的個案 其實都是因為出國去旅遊帶回來的 才造成傳染給護理人員 或是傳染給其他的病痛等等 所以呢 我們就來看看 最主要的傳染國是大陸、越南、東南國家 那我們就來看看對岸 其實每年還是一樣都會有麻疹的疫情出現 那我們就來想想看 我們到底自己有沒有麻疹的抗體呢 這是我們國內在麻疹 德國麻疹 筛線這個部分的一些接種的大計事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在這個年齡層的 民國65年 以前出生的 有可能你是沒有打過這個疫苗的 如果你沒有自己得過 大概你是沒有抗體的 所以如果你是借這樣子的年齡層的話 可能就要特別的小心 要記得要去這些疫區都要接種疫苗 那另外剛剛有提到 這個個案要去哪裡呢 去高山嘛 那高山上只要超過這樣子的海拔 就有可能會產生高山症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世界的七大頂峰 我們成大的校友 還有我們成大的老師 目前可能還沒有登到這麼多的頂峰 但是呢 我們發現我們成大老師也是很有挑戰性的 上次我們的成大老師 有幾位老師前往哪裡呢 前往珠峰的基地營 他飆高多少呢 看一下五千三百六十五海拔 海拔高度是這麼的高 那當然有的人不想到這麼高 他就去践行 一樣也是慢慢的爬爬爬 爬到五千多 也是到五千出頭 那甚至有人說這些我都不想去 我只去打高爾夫球 但是你要注意哦 有些高爾夫球場的海拔也不低 所以即使是我們的球後 一樣會有高山症的問題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那所以高山症呢 已經不是登山者的專利了 為什麼呢 你只要跑到瞬間 或是短時間馬上爬升到高海拔的地方 不管你是坐飛機 或是坐攬車到阿爾卑斯山 或是呢 只去每家的洛基山山區 你都有機會會產生高山症 那這些都是高山症 浩發的地點 這些地區 那這個大概是很多人 退休之後會去的嘛 要去哪裡呢 要去西藏 然後就會坐什麼呢 坐火車 那現在這個是最新的行程 因為這是世界上第一個 高海拔的五星級飯店 但是你住上去之後 你的旅遊品質 是不是就五星級呢 會不會就住在五星級飯店裡面 頭痛欲裂呢 這樣你的旅遊行程 就不是五星級了 所以如果你有預計 要去這趟行程 可能要事先做高山症的預防 好 那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對岸青藏鐵路 會走的路線 那你就會發現 這條路線 海拔就一路往上爬 爬到五千多 但是旅行團大概不會 在五千多放你下車 為什麼 你一下車可能馬上高山重症 就產生了 所以通常他都會在哪裡 放你下車呢 都會在拉薩 但是呢你要看喔 拉薩也將近四千 也是蠻高的 從兩千到四千 那一般的旅行團 有的會安排夜車上去 就坐夜車 隔天早上一覺醒來 就從兩千到四千 爬升多少 兩千海拔 兩千公尺的海拔 所以馬上你就需要這個了 這個是什麼呢 氧氣 因為你就會發現 嚴重的氧氣不足 頭痛愈裂 你就開始噁心想吐 然後高山症的症狀就產生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種青藏鐵路的車廂裡面 都有這個氧氣筒 都有 甚至在當地也都有販賣氧氣筒 有這種氧氣的供應處 但是我們總不希望一直背著它吧 一直在車廂裡面使用它 所以呢我們就要做事先的預防 那一般人來講 你如果有做事先預防 大概就可以減少50%的高山症的產生 但是一樣沒有百分之百 所以你的旅行的規劃就很重要 不要爬得太快 爬升高度不要爬得太快 爬得越快產生的機會就越多 那有些人就會認為說 那我年輕力壯體力夠好 應該就不容易吧 不見得 因為許多人就發現 年紀大的高山症的產生的比例 沒有比年紀輕的來得高 甚至在有些高山的重症 比方說高山腦水腫 反而在年紀大的不容易產生 所以這個是年輕力壯的人 必須要特別去注意的 那偶爾也會發現這種高山症 產生重症而不幸喪生的個案 那其實不用出國 在國內就可能遇到高山了 比方說我們河翻山的武嶺 三千 還有對岸的這些旅遊景點 也都蠻高的 或是我們的台商喜歡去的這些 中南美洲的國家 其實飛機一上去下飛機之後 就是三千左右 也都蠻高的 所以呢 這個是港人到我們台灣 在巴通關就求救了 因為高山沸水腫就產生了 所以趕快就緊急救難飛機 就飛過去了 那也還好它是白天產生 所以救難飛機有飛 如果是晚上產生 那就糟糕了 好 那其實高山症的紀錄 在我們的古書裡面就有了 它紀錄的非常傳神 在我們的漢書西裔傳就有說 大頭痛山 小頭痛山 它還把這個山取名叫大頭痛山 小頭痛山 因為每走過這座山 就不一定頭痛 有如果是比較厲害的頭痛 就因為走過這座山是比較厲害的疼痛 所以就把它叫做大頭痛山 那頭痛完呢 就會全身沒有血色 然後就頭痛嘔吐 而且不只人會這樣 牲畜也一樣 所以呢 它走的路線是哪一條呢 就是這一條 就是我們青藏鐵路 可能會經過的地方 或是我們的長者 很喜歡去的旅遊景點 這些都是高山症 在古書裡面就有記錄到的路線了 好 那高山症 前面是輕症 叫急性高山症 就會產生這些症狀 有一個症狀要特別注意 就是失眠 在高山上 如果你有失眠的問題 可能就要懷疑有高山症的產生 所以就不要輕易的吃安眠藥 因為吃了安眠藥 會讓你的高山症更厲害 那後面這兩個呢 是重症 這個會致命的 所以一旦你產生輕症之後 就請不要冒然的往上爬 因為一爬上去 輕症重症就一線之隔 好 所以呢 你怎麼在高山上去測說 自己到底有沒有重症呢 你可以自己走一條線看看 像這樣子 走一直線 你如果發現 你以前在高山上 沒有辦法走一直線了 步態開始不太穩了 那你就一定馬上下山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高山腦水腫的產生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的注意 要自己監測 那有一些特殊的族群 我們大概就會建議他 不要到高海法的地方 比方說長期抽菸 導致一些肺部問題的 一些慢性肺部疾病的 或是有肺動脈高壓的 或是有先天性的心臟病的 這個大概都不太適合去爬高山 好 那高山症有預防性的用藥 有這麼多預防性的用藥 那但是一般 在預防上的角色辦的比較重的 大概就是這一個 這個以前的名稱叫戴莫斯 戴莫斯 但是現在大概戴莫斯這個廠家已經不慘了 大概我們原文名叫奧斯塔羅安邁 大概是這樣 那很多人就戴了 然後就上山了 然後就到了 開始頭痛以後才吃 這個就來不及了 為什麼呢 這個要事先服用 你如果預計 要爬到高山高海拔的地方的前兩天 就要事先服用它 你到當地再去服用 大概就沒有用 因為你身體還是沒有辦法 提早去適應高海拔的狀態 因為這個藥物就是要讓你在水平 海平面的時候 因為透有這個藥物的激轉 讓你事先去產生 去適應高海拔的環境 所以這要事先服用 那當然還有很多坊間可以看到的 像一些高血癌的用藥 或是威爾剛等等 這個也是在高山症的治療性用藥 扮演一個角色 當然也不是百分之百可以做治療的 所以呢 一旦在高山上產生高山症 一定要注意什麼呢 趕快下山 如果待了半天還沒有改善 這些藥也不是萬寧丹 所以就趕快下山 好 那所以呢 我們這趟旅遊行程要考慮的問題就很多 比方說你的慢性疾病 那你一些特殊的旅遊 比方說爬高山的旅遊 或是你要去的景點 它的傳染性疾病的狀況 都會影響到我們這個旅遊的品質 所以呢 旅遊之前也就因為這樣子 有些在我們旅行的醫藥包上 就要準備一些必備的藥物 根據你的不同的行程 去準備這些不同的藥物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旅遊回來 一旦產生任何的症狀 不管是你的慢性疾病產生的變化 或是可能有急性傳染病的產生的時候 就一定要趕快就醫 但是就醫的當時 一定要告訴你的醫師 你從哪一個國家回來 不然醫師大概就不會想到 所以要特別的小心 那這個是我們 自己可以在家查詢的網站 這些網站都設計的相當好 那比較可進性比較高 可以利用的網站 就是我們台灣的疾病管制局的網站 你可以透由這個網站 去根據你要去的旅遊景點 比如說你就把它點進去 它就有一個國際旅遊的資訊 那你就有根據自己要去的旅遊景點 比如說你要去美洲 你要去美洲的哪一個國家 或是你要去亞太地區的哪一個國家 點進去之後 它就會跑出 你要去這個國家 要注意到哪些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看你的旅遊行程 去做這樣的查詢 那甚至呢 它也會根據你最新的疫情 把最近這幾個月的疫情 做一個整理和統計 做得相當的精美和好 那這個是我們一般人 也可以參考的一些旅遊的書 當然還有一些 坊間可以看到的旅遊書 這個也都非常值得參考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這個非常謝謝施醫師 這個最後其實不要看那些數學網頁 只是要把施醫師的電話抄下來就好 這個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非常豐富 我想這個內容非常多 那所以我們可能就沒有辦法 開放一些問題 那我想最重要就是 這個認識施醫師最重要 這個然後最好你那個出國旅遊 再開漫遊 再打電話回來給他 這個嘉義科的這個諮詢 那我們真的再一次掌聲 謝謝施醫師 我們下一次是 那個 有沒有介紹 明天 明天再歡迎大家再一起來 非常非常好的演講 謝謝大家 辦遊 謝謝 LAUGHTER 謝謝